猪脚饭你觉得是用啥做的 猪脚饭 你是想问我猪脚是啥做的 还是饭是啥做的 猪脚饭你们是用啥做的 那就猪脚 对啊 猪脚 然后再配上米饭呗 真不是 咱俩掰扯一下 猪脚饭咋就不是猪蹄了呢 真不是猪蹄 鱼香肉丝饭上面不是鱼香肉丝 还能给你放条鱼 真不是猪蹄 鸡蛋盖饭还能放制鸡 真不是猪蹄 你 咱们慢慢说 别着急 猪脚 猪脚饭它用的是啥 就是猪肘 就是猪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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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猪脚饭 这叫猪脚饭 这玩意不是应该做猪脚饭了吗 它是一个道理 都拎住嘞 你们感觉不信哪 不信哪 不是 我觉得不怪这种感觉 那咱俩有猪蹄吗 有啊 那猪蹄能盖饭吗 那猪蹄能盖饭吗 那猪蹄盖饭是在咱这叫啥呀 猪蹄饭 猪蹄饭是猪蹄饭 猪脚饭 猪脚饭是猪脚饭 对 那蹄和脚还不一样 不一样 那肯定不一样 还真不是猪蹄啊 我就说吧 人家猪脚饭用的是肘子 猪蹄饭用的是猪蹄 这个得分清楚 我说猪子 光东回过来的嘛 光东 您是哪里人 俺是凯夫喝蛋的 俺是从光州过来 从深圳干过来的 在深圳做了 是是是 是吧 所以这手艺都是在深圳学的 对对对 你们也收拾掉饭吗 不是 我们现在口水机 口水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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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水机还能盖饭吗 咱们都能盖饭了 咱们都能盖饭了 口水机 这是口水机 这是口水机 我承认这是鸡 但是它 这是这个吗 这是一式 一式啊 这俩合了一块吃一份 对对对 明白了 南方那边的猪脚饭就是肘子 看着像是咱们的卤肉 然后切好之后盖在饭上面 这俩看着有食欲 但是这个口水机 是什么鬼啊 我看起来有那么多辣椒在上面 不辣 不辣 那边的辣 会腻不会啊 比如要油啊什么的 不会 也不会 吃起来嫩吗 嫩的 真的 它入味吗 入味啊 是啊 分量很足 我们两个人吃了一份的够饭 小人 两个人吃一份 比如说我饭量特别大 是吧 然后我要是 比如说米饭不够吃的话 还可以再加吗 可以啊 免费加吗还是准备 可以加吗 免费加 没试过免费加吗 没有啊 没有啊 我们这一块都够吃了呀 你真配合 我跟你说 你真配合 我老板是这个好 你15的也能加饭 蛮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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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对 太能夹 太能夹 蛮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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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块钱两个人吃啊 还能吃饱 关键还能夹米饭 夹米饭这事都是弟弟 看看人家的配菜 除了肘子不夹 你夹米饭的时候 这土豆青菜鸡蛋 一样能给你夹满 这性价比绝对属于王者级别啊 9分不能少 那这味道到底数不出于王者呢 满分10分多 像他们家你能给他打多少分 12分吧 理由是什么呀 挺好吃的 而且也不会 还需要理由呢 真的 两个人7块5 一人7块5 一人7块5 是吧 下个主要是味道 要不然它再咸也不好吃 也不会去的 你也吃这个 我尽量来吃 反正对女同胞来说 不是应该是 要小心一点吗 对啊 没有吧 还挺好吃的 挺好吃的 他不肥 他是看着就是这种 但是吃起来一点都不肥 完全不肥你 是吧 这个烫可 这个怎么又烫可 事物的完全已经够吃了 对 对你来的来讲 是吧 那米饭可以再加 免费再加 对 是吧 这加米这个事大家都知道 对啊 看来不错呀 说的有点把持不住了 那这肘子做的猪脚饭 看着肥腻 吃着到底咋样啊 这走过就能错过的小店 到底是青铜还是王者 美食大测评 并尝尝肿不肿 当这单单说 就往里 就往里 就往里浇上去什么 浇上去什么 它辣吗 不是太辣 大胆的浇 浇上去直接拌是吧 那这个猪脚饭的话 有没有人让浇点放这儿啊 浇啊 就浇上去的 是吗 这 这 这 我觉得这个口水鸡 我比较正确 那口水鸡单独给分的话 买分10分 你能给他几分 这啥 8分9分吧 能给8分 可以啊 真是8分 不油吗 不油 今天还没说是吧 我可以给8分 比如说我 我不要猪脚 那不脚 那不行 就是它能达到那种 蛋管的那种水平 然后再给你浇到这个 米上面 做成那种坏酸 做盖饭嘛 对 挺好的 这玩意吗 不腻不腻 它很软烂的一句 很香 就是那种卤肘子 就是卤肉那种感觉 它比那个 咱说那个酱肘子 什么之类的 它相对来没有味那么重 主要是那个肉 本身那个香味 还有它那个肥肉 在乳化之后那种 那叫脂肪乳化嘛 对 这是啥呀 喝点烤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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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喝点烤鸡 喝点烤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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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能两串啊 能两串啊 我说现在就算少蚕开 我说现在就算少蚕点有个鹰鸡 红烤肉 口水 猪鸡 什么双拼 咱那 但是这个的话 你要双拼的话都是20 双拼不该说的话 家里闹宰了吗 我说你不该说的话 家里是不是闹宰了 鉴定完毕 不由不腻 几乎满足了你对拌饭 或者盖饭的所有观想 我的这份猪脚饭 也就是肘子的这种 属于纯好吃 和米饭搭配 超级下饭 8加5分 而我这个口水鸡则看着辣 但是吃起来完全只有香味 8加5 猪蹄饭个人感觉是最不划算的 毕竟这骨头占了大头 但是味道在下 口感很好 8分吧 但是我们就好奇了 这种小店为啥会有这种味道呢 所以啊 后厨还是得去一趟的 鲁有多少个 100多斤 大概有多少个 560个 嘴上的560个 是吧 我在冒昧的问题 像我们那1520的一份有多少个肉 就是90克吧 90多克 15的还是20的 小粉 15的 15的 是90多克 90克 90克的话 那差不多就二两了 鱼肉是那么熟的吗 熟肉是将近二两的意思 你们家做口水机用的全都是这个鸡腿 都是鸡腿 那我再冒昧地问一句 那一份15块钱的口水机有几个鸡腿 有几分之几个鸡腿 还有几个 一个鸡腿做两份 三份 两个鸡腿 三份两个鸡腿 三份 那20块钱的话就相当于 一个鸡腿 一个鸡腿 耳朵的都是一个鸡腿 后厨把您看过了 所有的东西都是人家自己做的 肘子卤制的时间大概是五个小时左右 做法呢偏向南方一些 但是味道真不错 口水鸡也是自制的调料 鸡子用的是鸡腿 大份直接就是一个鸡腿给你安排上 各种饭的份量主要是15和20两种 差别就在这个主料的肉上面 店呢虽然是小 但是环境卫生还算不错 老板一家人啊很热情 走吧 门口说两句 性价比 完全没问题 味道很在线 量给的也很足 上菜速度呢也很快 所以作为一个这个工作餐来讲啊 是完全合格的我觉得 甚至是可以说是单独来一趟都可以 可以尝一下 感受一下 对也是没有问题的啊 所以这家店呢我们可以直接给到一个 8.2吧 再拔一遍 你要拔辣啥你跟我说 你也都笑了 说是还得比气啊 来这儿吃饭就是保持住这一步 基本上保持住这个节奏 是吧 嗯 不浪费 不浪费 秋生的几粒米还想把它弄 真的 是吧 好 真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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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